香港貿易發展局聯同匯豐銀行 在今年8月至9月以網上及電話問卷的方式 成功訪問308家在2016年或後成立 並在大灣區設立公司的初創企業 發現受訪公司普遍看好業務前景 大概有三成更計劃拓展市場 當中以生物科技業的初創公司對前景最有信心 貿法局可以怎樣幫助初創企業拓展大灣區市場呢? 以往做很多,近期做不到就是要出關 我們搞一些香港管也好 或帶一些初創出去去看、去學、去取經 同時招呼一些外面進來的 來到的時候,我們將它和它們的本地接頭 這個就省回他們自己的四維摩 我們作為一個介紹和平台中介 我們一直在部署,如果疫情一好轉後 我們希望在明年局部都可以慢慢再恢復 匯豐銀行工商金融中小企業主管王海珍 就提供了一些數字 讓大家了解初創企業和大灣區市場的發展潛力 在2021年,單單今年香港初創企業的數目 其實比起2017年,已經增加了68% 其實是歷年來的新高 大灣區這個經濟規模 在全世界裏面都是非常龐大 數字上已經是第十二大的一個經濟體 我們都估算過去到2030年 大灣區整個經濟規模 將會增加三倍 4.6萬億美元 MING PAO CANADA //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